第四季 不好意思,這是我們拘捕的 是生鴻 死婆娘,你命是誰?我知道是誰 衝 你說來查案,到底你有什麼居心? 你還在這裡待多久?走 什麼都聽不到 一定是有關要器,大家靜一靜 千萬別叫我被人擔心 保護我,小朋友 你來吧 你來吧 我沒話說了,走吧 死定了 走 走 來吧 高先生, 我們正式通知你 你太太已經過世了 我們找到她的事 我老婆死了?她怎麼死的? 小奶奶死了 為什麼你要殺了你老闆娘? 沒有, 我真的沒有殺人 我真的不會這麼臭, Sir 爸爸, 你養大我 我是人, 我不是畜生 你對Yoyo做了什麼? 你怎麼回事 哥哥,你回來了? 哥哥,算了,別再想了 再看也不會回來 抹你的頭,這麼多事 我不想多事,只是關心一下你 對了 喂, 你在胃生胃胎面前別亂說 免得她擔心 好, 那你請我吃飯吧 你什麼時候吃得了?垃圾大哥 不是我, 是文律師 你答應過別人的 別人問你什麼時候有空 記得, 隨便吧, 明晚吧 明晚? 明晚你不是要載K姐去機場嗎? 對了, 我不要緊 我請完他們就幫你吃飯吧 就這樣決定了, 那你想吃什麼? 隨便吧, 你要決定吧 是不是真的?那我訂桌子了 來吧 太好了 你哥哥是送機, 還是放飛機? 哥哥平時很有信用 說得一定能做到 不過今天情況有點特別 所以有點難說 明白… 畢竟有這麼久的感情 先生, 多少位? 我應該有桌子了 哥哥, 這裡 不好意思, 遲了一點 吃吧 先加湯底吧 好吃 渣飲不吃, 肥膩嗎 好嗎?胃口 吃小早 我突然想起, 我要去同學生派對 我先走了 那你小心點 再見 這麼突然的, 再見 謝謝你一頓飯 不用客氣 我…那我先走了 再見 好 我先走了 人呢 喂 嚇壞了 你為甚麼跟著我 沒有, 哪一間 喂, 我做哪一行的 賀匯不會不察覺 那就是還沒做完 是吧 你不是吵我有事吧 那畢竟你也請我吃早餐飯 你車子停在哪裡?我給你下車 走吧 小心 你開車了?沒事吧 沒事 好的 走吧 來吧, 罐啤酒, 好像你心情不好 故意替你發洩一下 是呀, 你很幽默 好 謝謝你, 我來初夏海豐喝酒 謝謝關心 唉, 坦白說吧, 真是沒事 畢竟是乾淡, 別這麼脆弱 那我乾淡, 為甚麼你想做警察 是否小時候已經男子想做警察 你好像很想知道我很多東西 就是這樣 很多年前, 那時候剛好畢業 有一次在街上 我朋友看到兩個人在爭執 看到一個人被人禁在地上 我們打算幫忙, 去幫他逃脫 誰知後來才知道 走掉的那個原來是通緝犯 而制服他那個, 原來是便衣 本來打算見而勇為 對, 這件事我一直都很內疚 後來就是… 就是當警察 誰知我在學堂畢業了出來 就是被我拉回那個通緝犯 這麼巧? 就是這麼巧 所以我天網灰灰疏而不斷說一跌也沒錯 所以說, 有些事是真的要整頂 整頂你就要做警察 乾杯吧, 神探 謝謝 John律師, 老爺叫你來的 小高台的死 一來對高山很大打擊 二來, 傳媒的報道 令他承受了好大的壓力 你知道了 高山是社會上有名譽、有地位 如果這件事處理得不好 對他的名聲有很大的影響 明白 況且高山很相信你的為人 知道你一定不會做出殺人的事 所以叫我來幫你 真的? 那你會怎樣幫我 坦白說, 這件案件很棘手、很容易打 但在我們想到辦法之前 你一定不可以被人抓到你的錯處 那我可以怎樣做? 香港的法律就是 你不需要說你自己有沒有罪 是要控方提供證據 無論控方怎樣去指控你也好 我們也有辦法幫你拆掉它 大大前提就是, 你千萬不要說任何事 因為如果說錯一句半句的話 都不合不來 Sir, 這位朱先生在十五號晚上 也就是姚家儀遇害那一晚 在施贈包裡遇過包少龍 也就是說他可以當包少龍的時間證人 朱先生, 你認識包少龍嗎? 不認識 那就奇怪了 你又不認識他, 酒吧這麼暗 望一兩眼, 你又這麼肯定是他? 我當時那個人撞掉了我杯酒 還把我的衣服塞了 賠了這麼多錢給我 所以就對他有點印象 朱先生說當時包少龍沒有錢在身上 所以網上給他一個數目 是呀, 我的電話有過數紀錄的 是呀, 看到了 現在那些電子過數程式 會不會顯示過數地點? 哪有的, 私隱條例嘛 那倒是呀, 包少龍在哪裡過數給你 Sir, 他當時真的在施贈包 用PMI過數給我的 你當時有沒有喝酒? Sir, 你真會開玩笑 去酒吧不喝酒, 只是吵架嗎? 喝多少? 兩瓶啤酒, 兩瓶紅酒 你喝這麼多肯定會很醉 怎麼會?我可以喝的 喝就不會醉了? 郭先生姐, 她的口供這麼不可靠 上這裡停館, 順便過來 還來幹嘛? 都說了那個朱先生不可以做證人 Money姐, 你幫幫幫我吧 我想多找點資料 我不想這麼快放棄 來 郭先生 這麼快由你探開, 長官 我本來不想再來翻你 但是你說的隱居證據不足 所以我想問你… 我什麼都不記得 但是你那天明明還記得自己去了酒吧 我不是說了什麼都不記得嗎? 發生什麼事?你一格出擊 突然之間整個不同了 你不用問我 好, 無論你問什麼都好 我也只會說不記得而已 八先生… 我沒話想說, 我不舒服 不要走 八先生… 八先生… 你怎麼說他很合作? 他那個態度不是這樣的 氣死了 那個朱永祥真的沒了下來嗎? 沒有了 那傢伙經常過來出古怪招惡酒喝 煩著客人, 我們把客人趕走了 不好意思, 先生, 幫不了你 不要緊 想到什麼就隨便打電話給我 好 謝謝 老闆, 先生, 請你請喝酒更遲 你好, 先生, 喝了甚麼 啤酒, 麻煩你 喝這些的 在忙 麻煩你, 是否應該恭喜你 這件事已經煌了 不過我現出必行的 我說過會請你喝酒 無論如何都會請你喝酒 為什麼會這樣? 說起來真的有點奇怪 高家衛包少龍請了律師 律師嫁入之後 包少龍就什麼都不肯再說 不肯再跟我們合作 是否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想知道, 總之奇怪 我先去喝酒 阿亮, 你去哪裡 想要出去散散 你走, 不如我走 我說過我死了, 連兒子也沒有 阿亮, 我再問你一次 那二千萬你拿去哪裡 豈不是交贈金, 你問完又問 你還要欺騙金, 欺騙了多久? 我找人查過了 那二千萬你拿去填媽添素 為什麼你還要欺騙爸爸? 你可不可以跟爸爸說清楚所有的事? 你就是這樣 我幫不了你, 警察抓你了 我也不打算幫你了 爸, 你不要讓警察抓我 我求求你幫我, 你不要讓他們抓我 爸, 你不要讓他抓… 不要讓我…不要讓他抓我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爸, 你不要讓警察抓我 你放下我 那你說吧 你老實點告訴爸爸 究竟發生什麼事 殺了人… 你不是說Yoyo你殺了嗎? 你怎麼搞的? 那是你老婆, 你怎麼會殺她? 她想跟我離婚 那你也不用殺她 我只是一字火車眼而已 她是你老婆, 你也不用殺人吧 不是…她有老婆 她被老婆, 她被我帶, 是意外來的 你這個臭小子… 你不會殺人的, 殺人要舔命的 你也不用回不了頭 我求求你, 你救我 我不想做的, 做家會不會死的 你… 不 求求你 Lex… 我求求你 不要... 我父母 沒有… 我父母 很受苦 的 氣 請 bag 放鬆 師父 進來 怎麼樣?包少龍這宗案件的資料 看完了嗎? 看完了, 跟之前差不多 不過這次的策略跟之前有點不同 要客戶選擇不答便 那你認為有什麼問題? 其實這樣還好 包少龍個人比較緊張 如果被對家錯一錯 很容易就會說錯話 那有什麼好處? 因為這宗案件 有兩樣很重要的證據還沒找到 一, 是空氣, 二, 是案發現場 如果對家要找證據 證明客戶是有犯案的話 勝算相對低 所以不答便反而有好處 聰明, 這樣也太多了 那我出去做這些紙紙吧 謝謝 謝謝 聽到了嗎? 你憂慮的事, 你師妹全部解答了 她是聰明的 但是我怕她太聰明了 為什麼這麼說? 像奧斯威那件事 事後她都一直問我很多問題 不過放心, 我已經拆好了她 那就行了 但是現在這宗案件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牽涉到高少江和何俊亨 師傅, 你真的要我跟她拍嗎 放心, 她知道多少由我們決定 因為文靖是事務律師 在香港的法例 要她聘請大律師跟她拍 預計拍外人 不如拍她自己人 是的 那就是你沒問題 大師傅, 我知道你很欣賞文靖 但我覺得她始終仰不熟 有什麼事讓你這麼想 我收到一封 Rinman的律師樓要找她過檔 還讓她當成為伴侶 好嗎?今天的咖啡可以嗎 跟我的部門的相差一點 你部門還有咖啡喝嗎 請你也不想喝, 對吧 說回正經了 Rinman這件事, 你考慮得如何? 我還在想 人家聘請你去做協助 這麼好的機會, 你還要想嗎 我知道機會難得 但我師傅對我這麼好 又這麼棄中我 突然辭職, 好像有點對不起他 猜到你了 坦白說, 李師傅的名字在法律界 只是很壞參半 但在我們行內人看 他絕對是一個出色的大狀 由於他專接難打的案件 廢戶身分比較敏感 所以外奸對他不多不少也有點負評 但在我心目中, 他絕對是一個好師傅 黑都說得白死都咬起來 這些是不是他的專長 我不管你怎麼看 但我師傅教我, 接了一宗案件 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客戶的利益 所以他始終是行內數一數二的強者 總之, 律師有很多種 看看你自己想奸行哪條路 看來你也不厚應跟我師傅的作風 這些純粹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相信不會影響到你的決定 文律師你這麼有主見, 這麼有立場 但我還想你給點意見 我的意見就是沒有意見 那Wayman那裡… 行了, 幫你拖拖他一個星期 對了, 你再想想吧 學生, 老爺正在下來了 不如你去回家坐下等他 好, 走吧 早安 早安 你去找我爸爸嗎? 是 慢慢聊吧 好, 我來吧 親一下 這麼早安 是嗎 OO告別式的照片已經清光了 謝謝 幸好Yoyo的桑莉有你跟進 親家那邊的事 麻煩你幫我聯絡他們 你放心,我跟Yoyo這麼久的朋友 跟她家人這麼熟,我一定會盡力搞好 不過出殯那天,我不方便出席 明白 爸爸,有件事我想問問你 說吧 你是不是找了方大狀 幫巴蘇龍打官司? 你說這件事 他之前做的事對你們有這麼大影響 為什麼你還要幫他? 坦白說,其實之前我也很生氣他 他畢竟在這裡打了這麼久的攻擊 一直做事都很踏實 這次是小小的行叉答錯 做到不應該做的事 如果你弟弟對他比較好 事情就不會發生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我也不排序 我的確有點私心 你知道我最近參加了立法會的功能組別 正在出線 我怕那些傳媒把Yoyo的事情放大放大再放大 我想低一點點 怎麼了? 怎麼了?你以為爸爸會做什麼? 爸爸,你不要怪我多疑 我是怕你因為阿亮的事情 而一事落錯決定 當然不會 沒錯,你弟弟經常做錯的事 但這次他真的做得很好 我對他有信心 你放心,沒事的 好 就當我想多了,對不起 不用對不起 那你只關心我和你弟弟而已 有沒有搞錯?你升聖誕嗎? 收拾東西,你走遠一點 這個位置是我的,都在這裡阻礙了 那個位置你夠了嗎? 全世界都只要我跑開這裡了 你等著行不行? 等著我給你一個官做 沒有,我稍後要趕著去坐飛機 如果遲了,是不是你再賠幾票給我? 你先賠 走 靚仔,怎麼了?這麼生氣? 沒有,售賣腦子不自定在這裡阻礙了 你的車子經常放在這裡嗎? 是 那你記不記得這個月十五號 你的車子沒有放在這裡嗎? 有,還停足一晚 還記得? 那是我老婆生日,當然記得了 收了工,還跟朋友喝酒吃飯 喝了酒不能開車的 不是 這麼多東西問,是警察嗎? 不是,那天我放了一把車子 被人抄了一張牌,就問問你 這裡泊車怎麼有人抄牌呢? 糟了,趕不及了 不跟你出去,趕著去坐飛機 喂?女士 怎麼樣?堅哥 怎麼怎麼樣?大哥說快點就快點吧 不然就被人抄了 其實我無法解決,今天老婆特別怒 我明白了,今天火星逆行 威師,你在房間嗎? 你想找他嗎? 對,單眼有Sandy來跟他聊 不要再說,明天先 為甚麼 如果他想被人抄了,現在也是一個好時間 我真是很急著找他 別騷擾他了,他連我也抄了 老婆很少會突然抄人 那就是火星逆行 甚麼火星逆行 你說的話也沒人明白 你真是…我明白了 他讓你去死 別告訴你了 至於你,你進去就自己想吧 火星逆行是甚麼 你這麼逆行 我偷看你去床 進來吧 還有甚麼不明白 早安 早安,Sir 對了,我去你準備的資料要搞定甚麼 還沒 你不是有很多事做了 弄得一整天還沒行 因為有些事在搞,之前… 我叫你做的事,你不做 你搞了甚麼其他事 Sir,我在查的事都是和你的案件有關的 我發現之前有個判頭是私家車 長期拍攝在高家正門的對面 我懷疑車營拍到一些東西 但我還沒聯絡到那個判頭 我還沒找到車主,那你想我怎麼做 我們整隊的人已經看了高家的 電視電視很多次 我問你,除了角度之外還有甚麼不同 不知道,但這次給我的資料很可信 有多可信? 是ICAC的可信 關他甚麼事? 你不是把案件全都告訴別人嗎? 我查案的時候剛巧碰到他 你不認識而已 他沒理由不知規矩,不懂避忌 出去,還算到嗎? 是,Sir 你很浮誇 賀Sir 怎麼也被你找到? 你說你每逢星期三會來見道館 我有事要找你 怎麼了? 我找了那個判頭,但他不在香港 他同事給了一個電話號碼 但我打擊也沒人聽 你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找到他嗎? 沒有,那你就問你,阿頭應該怎麼做 說了,一說就被禁止了 那你就聽他說吧 一向有話說,沒人說的 看開一點吧 他一向都是這麼主觀的 沒得改的 Sir 我這些下屬經驗錢,不懂比己 是,但是你身為ICAC高級調查主任 你應該知道我們紀律部隊 做事要報紙 你還好意思教那些人做事? Sir,不是這樣的 Sir,我想你有一點誤會了 我還是盡視市民的責任 你想盡視市民責任 麻煩你打去報料熱線 不要影響我調查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搞亂檔 我們已經有調查方向 我麻煩你這些外人 不要教我那些人做了不切實際的事 這宗案件,一天未判也有很多可能性 不是你說怎樣就怎樣 我們重案A隊有自己辦事方式 我覺得多角度去思考查案沒問題 總之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做一些無謂的事 Sir,我真的覺得案件… 你閉嘴 你不想調去行李? 你別這麼過分 小的就這麼幫你 你就用權力去押他 那以後還要誰幫你? 沒理事就走了 不用管他,你已經下班了 人家有自由,人家有權利,他決定 沒錯,所以想調去哪兒都由我決定 你不用怕,你這種人才 警隊不要你 我們ICS隨時歡迎你加入 要查案,關你什麼事? 我認識你這麼久 從來只有你說,沒人說 人們不說你不是代表你沒問題 是知道跟你說了也聽不入耳 你,你做事是聰明的 但是做人你還要學會 你現在教我做人嗎? 沒有人是什麼都對的 你太主觀了 適合聽的,忍到的就不出聲 忍不到的就掉頭走 到時候你做了孤獨精,你不要後悔 我認識你這麼久,我才跟你說 聽不聽呢?隨便你,走 走 一向有你說,沒人說 我認識你這麼久 從來只有你說,沒人說 人們說你不是代表你沒問題 是知道跟你說了也聽不入耳 好人類什麼都適合 你太主觀了 聽不聽,隨便你 到時候你做了孤獨精,你不要後悔 很累 你還看著甚麼 想不到你也挺男人 只是喝一罐啤酒,我又挺男人 不是的,你剛才說我休息的時候 你那個很兇的樣子,很有型 很男人 你知不知道這樣說 根本很尷尬 其實剛才我真的忍不住 我也多說了,我也很失禮 不是的,我覺得你說得挺對的 他有時候是主觀了一點 不過他也有個好上司 你還這麼幫他 對,只是以事論事而已 剛才你也不應該這樣頂他 我們是紀律部隊 他會願意叫我做的事 我有哪一次,不做 只有多,沒有少的 你可能覺得自己很對 不過你這樣胡說話很吃虧 隨時會影響你的前途 怎麼樣 開玩笑而已 我認識的,我認識的偉敬星 絕對不是這種人 他不會這麼少你 剛才好像聽到有人說 如果我偷偷不要我 他就要我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他不要你,我要你 到時我幫你提幫 是嗎?當你是的 是,當然了,來 甚麼 其實我想問你 為甚麼前天唱K的照片 你今天才發出來 是這樣的 一定要馬上發貼的嗎 那你發貼不是想讓人知道 你在做甚麼嗎 那也可以是不想讓人知道 在哪裡做甚麼 也是 有電話 校巴 有個校巴有甚麼問題 那天是星期天 為甚麼會有一個 載著人的校巴 大哥 在這裡 大哥 有電話 找到甚麼 15號那天是星期天 但是有一個校巴在這裡 就是影片可能有問題 你是懷疑影片被人阻礙的嗎 很大機會是高樑 因為影片是高家提供的 雖然高家任何一個人 都有機會修改影片 但是因為高樑 跟這宗案件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很大機會是他 而且如果影片有問題的話 他那天鋪遊船口那個鋪 也很有可能有問題 就像剛才神童所說 他前幾天唱K,今天才鋪 沒有,他今天鋪不代表今天唱K 這個價錢不是不可能 但是首先要證實到 高家的CCTV沒有壞道 所以證明 影片上的日期 是被人人為改革的 大哥,我跟山姐去看看 那就是說你們的閉路電視 一直都沒問題嗎? 正常,你看那個鏡頭多清 請 謝謝 兩位,有什麼需要幫你們? 我暫時沒有 奇叔,扔垃圾嗎? 很大的漂白水味 少爺說大清潔了 沒用的東西就扔掉吧 那我們可不可以進去看看? 少爺不在 也沒所謂,我扔掉東西之後 帶你們去吧 好,謝謝 兩位,Sir,請 鎖門 無緣無故做清潔的 Sir,試試放在樓上 試試放在樓上 謝謝 為何少了一件? 蓮姐,你在這裡收拾什麼? 沒有,少爺叫我扔掉少爺的東西 但問題是我數來數去都不適合 如先九件,現在只有八件而已 你會不會記錯?什麼時候不見? 我不知道,我放假之前還是九件 我放假回來就少了一件 你記得這麼清楚? 對,因為之前我跟木雕拍過照 少爺仔很緊張 如果我擺不回原位,他回來會罵我 你拍照給我們看看 或者我們可以幫你一起找 這樣吧 你看看,這邊四個現在還在 你再看看這邊 現在就是不見了這一件 我看看,幫你 還要掃什麼?全部都可以扔掉 當然了,是不是未必經常罵過? 阿琳撿你走,清跳的,千萬快點 好…做事做事 真的 蓮姐,其實你不用送我們 你想多了,我也不知道多忙 我只是丟垃圾 好,那我們幫你就行了 不用… 給年輕人做事吧,蓮姐 是不是? 是… 謝謝… 來,順便 不出去一點就是垃圾站 謝謝… 不客氣,兩位,謝謝 你猜那塊木雕會不會就是空氣了? 也有很大機會,不然用不著丟掉它 人家倆捲領還在這裡替我掃垃圾? 叔叔,你經常在這裡撿舊東西嗎? 關你什麼事? 那關不關我的事呢? 警察,我們是警察 現在查一宗嚴重的案件 阿成,我什麼都不知道 是,你不用這麼緊張 我還沒問你,你怎麼知道你不知道 來,過來 怎麼樣? 平時撿垃圾的時候 沒有撿過什麼好東西嘛 有了 阿Sir,報告回來了 怎麼說? 幸好他收買佬 撿了那個東西之後 一直都賣不出 我們拿去鑑證那道化驗 發覺上面那些真的是血跡 還要是屬於死者,姚家儀 傷口呢?是不是跟死者傷口問候? 剛才報告出來了 證實姚家儀頭頂有個寸判的傷口 經過比對之後 傷口的形狀和這件木製的擺設 是胡蟻合的 我們之後還問過附近的人 有個收買樓見過高樑 戴著口罩,穿著黑衣去扔垃圾 高樑這麼富有,一定是工人扔垃圾 怎麼會晚上一人去扔垃圾 Sir,我之前懷疑是對的 這個高樑一定有問題 好,謝謝 謝謝 爸爸,你知道什麼是樓屎忽花嗎? 就是叫我留在家裡 然後叫我出去 那些什麼就是樓屎忽花? 你的心情好像很好 一會兒去到那個會場 很多嘉賓、很多記者在這裡 很開心,也要假裝不開心 你老婆剛剛走了 你放心吧,那些場合我會做的 是呀,最好 我特地把事情調回來做 一會兒去到會場 很多記者在這裡 他一定會追問你 我索性在他們面前一次過說清楚 以後他們不會亂寫的 所以我說,世界上最擅長的就是我爸爸 這麼多記者 我需要回去換套這件西裝嗎? 這邊就叫樓屎忽花了 六爺,這幾位? 你幾位,警察,什麼事? 不好意思,高先生 我們懷疑高亮先生 跟姚佳怡的死有關 想請他回去協助調查 調什麼調查? 就已經查過了,兇手抓起來 我們有新的證據 希望你們可以合作 高先生 不好意思,幾位,警察 可不可以通融一下 因為我和兒子要去參加一個 跟政府有關的酒會 完酒會之後 我親自把兒子送過來 不好意思,高先生 由於案情嚴重 我不可以答應你的要求 另外這張是法庭的搜查 我們要去高亮先生的房間修正 麻煩你帶我們去,高先生 不用我帶你們去? 我們有很多工人 齊叔 兩位職員請 照顧他 沒事的,只是循例調查 我會盡快通知方丈 待會他問你,盡量不要說話 放心,高先生 你繼續去你的競爭酒會 那件事我會幫你處理 到底警察找到甚麼料 找到甚麼都不要緊 我們只是一件招拆招 還有,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單內越難處理,越顯出我們的實力 到時候高先生收到的單 找數也找得開心一點 那倒是 進來 師父,你找我 那兩件事,Hilda跟你說了嗎? 說了 進來嗶嗶一下 事情就是這樣,我真的沒有殺人 行了,總之你放心 待會兒警察問你 你知道的就照答 不肯定的就聽我的指示 如果你準備好,我叫他們進來 傅先生,認得這張照片 裡面的木雕嗎 這個很熟悉 是,因為這件木雕是屬於你的 我記得了 但我很喜歡這些東西 所以我買了很多 我一時間回應不到 但根據你的工人連姐所說 你說你是非常喜歡這件木雕 但後來就被人丟到垃圾站 而我們拿去做鑑證分析 證實上面的血跡 是跟姚家儀的DNA吻合 你有什麼解釋? 這件木雕本身就放在高家睡房 上面有高太血跡也不奇怪 怎麼證明我當事人跟這宗命案有關? 對, 我想起了 有一次我老婆撞到架子 然後木雕掉下來 撞穿了她的頭, 流血了 我覺得很不吉利 就叫高人扔掉她 你說的是事實吧? 我想兩位警官忘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當事人有不在場證據 也就是案發當日15號, 他出了海 根本不可能犯案 說起這件事就對了 你說的是這場 我剛才想問你 你的照片是你15號鋪上社交平台的 是嗎?幹什麼? 那你鋪上這照片的動機是誰? Sir, 你這樣問我當事人是什麼意圖? 好嗎? 高先生 我們懷疑你 刻意製造不在場證據 誤到我們的警方 這只是你們的警察而已 根據香港法律 我當事人一天未定罪 都是假定無罪 如果你們要證明我當事人 有驗途警方的話 麻煩你拿出證據 韋Sir, 還有沒有什麼疑問? 頭, 科技組已經將高亮的電腦解鎖 在裡面發明到CCTV片段 證明他曾經用電腦更改過 帶回後CCTV的錄影片段 想離婚? 我知道單方面提出離婚是需要兩年 但會不會還有其他方法 可以讓法庭加法院批准呢? 對不起, 律師 我當然想賺你錢 對, 但你和你先生的關係 真的去到無可耕求的地步嗎? 如果可以真的容忍到的話 我真的不會走這步路 女兒 怎麼了? 就皺眉頭似的, 煩著轉屋的事嗎? 是呀, 也很難做決定 明白的, 順德哥情失所義 師父來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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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 你好 很久沒見了, 坐下… 坐下坐 好… 慢慢聊 謝謝 怎麼樣? 師父, 為什麼你會來? 沒有, 我在附近看相機 我們來探望你 對呀, 附近有一間二手相機店 這兩天在律師樓不見你 他就說你不舒服 是不是做得很累? 不是 師父 那兩宗案件, 我想我做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Wayman找我做伴侶 我知道, 做Wayman的伴侶是好事 對不起, 師父 千萬別這麼說 你有好的前途, 師父也支持你 對, 最重要不是因為在律師樓做得不開心 不是 你不用騙我了 是不是高良的案件令你不舒服? 法律精神是維持正義 師父一直教我 要為無辜者發聲, 伸張正義 我一直都秉承著這個宗旨 但是高良這案件 和我一直認為對的事, 有所衝突 你認為高良有所隱瞞, 所以你不舒服 但是你沒有百分百證據去支持你自己 你讀法律, 你是律師 但是你犯了一個 普通人也會犯的無病 未審先判 如果你也不相信你當事人無辜的 你如何在法庭上說服法官 說服陪審團 要他們相信你當事人是無辜 這一點的誤差 隨時令到無辜的人斷送下半生 你這個神情我曾經見過 在奧斯威的案件上 當時我想跟你解釋 我看見你後來別問我 我以為你已經明白了 其實你這個疑問 師父也出現過 後來我決定了 只要我接到的案件 我會全力以赴 為我當事人爭取最大的法律權益 找最多的疑點 令我當事人得到最公平的審訊 不明白我的人覺得我是骯髒律師 用不擇的手段去幫壞人 但在我眼中沒有壞人和壞人 一天法庭還沒判決 就算是十惡不捨 我也認為他是無辜的 你還記得你讀法律課的時候 第一課 你的教授怎麼向你解釋 正義女神 怎麼被蒙如對眼握著天平 是告訴所有人 對任何人不要帶任何偏見 要抱住公平、公正的宗旨 做威榮的夥伴 是很多人夢寐以求 尤其你這麼年輕 舒舒服服,收入穩定 朝九晚五,無風無浪 又有律師的態度 不過我認識的你 是有理想,有目標,不甘於平淡 要不然你不會叫我做師父 無論你怎麼決定,師父也支持你 說起相擁擇手,絕不放手 熱水艱難處理,沉淪絕地 搬影將挑選新句 期待盛極為幸福的一對 誰允許 說起相擁我探情 從未忘鑽住與純粹 搬影上猶者福氣 曾你驚喜 是我不改,常仰忍悔 沒說著多,怨恨跟你 是我不改,常仰悔 沒說著多,怨恨跟你 永遠被擀影上猶忍悔 想又留戀 對嗎 若能亂多一次 未忘鑽住 不會擀影 不會擀影 自尊洩棄 且已 沉淪 沉淪